一臉无奈从事按摩业的蔡先生 因为疫情冲击客人不上门 收入锐减就快要撑不下去 现在就盼着一万元的纾困金 快快到手 偏偏想领救命钱很不容易 因为很多人送肩都卡住了 我一些同事也卡住了 我已经跑了四天了 就觉得政府应该需要改进吧 因为有资料不足 你还会要回家拍照 然后再洗照片 然后再送交审核 然后只是送个捐 就要等两三个小时 15号以内 来来回回搞不定 让曲公所老师大牌强龙 民怨也跟着沸腾 有劳保加入工会 你就领那三万块 我们真正这些 最底下的最基层的这些 这些人 反而是领到一万块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公平 是有点不太公平啦 疫情有工作跟没工作 就差很多啦 你像这个补助一万块 有钱也来申请 没钱也来申请 政府给纾困金 对象还要分门别类 真的很复杂 为了资格审核 中央地方不同调 也惹出争论风波 当初苏奎说 中央审查地方免责 结果新北市府送了9000多件 到卫福部 还被批评来来回回 增加负担 总共有22266件 这些件数 每一件每一件都在审核 我希望今天能够超过420件 所以我也跟我们同仁其美 大家加油 但是也不要 因为我们的从宽认定 而乱花 侯友宜强调即使申请案件 再多审查都还是要谨慎为上 但去公所的基层人员 工作量暴增 难道也只能被迫接受吗 防疫期间的工作 只有不断的累加累加累加 完全没有让他们 有喘息的空间 而且每一个做法 每一个做法 就是不太一样 他们压力真的很大 不但给他们加油 但是实际上 我们给他的帮助实在是太早 我只能跟他讲说 加班会 何时来何花 韩话基层人员多担待 毕竟纾困过度 其政策磨合 和横向沟通 都必须更到位 环宇新闻宋军 虚光好 新北报导